身体不错啊 是 非常健康 多大年纪了 55 63年的 库尔特多大年纪了 我36 你比他大将近20 是 你们俩敢不敢比比体力 我觉得可以试试 来 上来 我们俯卧生吧 看谁先停下 我们开始吧 来 你先 过倒 我喊口令 预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不用数了 反正谁停了 要做标准 不下去 年轻人 跟一个老人比别耍赖 太滑了 继续 来吧 不要三辆了 继续 没事 管他们怎么 你拉倒吧你 真不行 体力真好 而且你是 两个袖子是没有束缚的 他穿的是这个 对对对 你身体不行啊 真不行 真虚 谢谢大家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啊 就是长期坚持锻炼太极拳 近四十年的时间了 从来没有坚断过 不错 不错 你刚才说 有幸福的泪水 也有过痛苦的煎熬 对 说说吧 很多项目 包括自己的公司也好 在策划上面也好 都非常成功 你就这么说吧 最成功的时候 你干得怎么样 最失落的时候 又怎样 收益非常高 说嘛 说给我们听 我们不怕被吓死 在座的七年加比 差距太大了 你别人说话 怎么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呢 你先说 你收益到底有多少 做得最好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在广州 有一份公司 跟全国 有上千家4S站活着 一年赚个几百万吧 利润 那最差的时候呢 在这里呢 我也是跟大家说 要把控风险 因为我呢 一直非常成功 就是在15年的时候 我受了一点影响 就用自己的资金不说 还进行杠杆 卖也卖不出去 亏光了 亏光了 还欠不欠当时 不欠 就是亏光了到为止 对 亏得很巧妙 正好亏得了一个零 因为我是正能量嘛 我当记者出身了 肯定是不能 就是说 你这个拿捏轻重 拿捏得很好 我们说一个 我们策划过的 最成功的案例 好不好 好 当时呢 就取得了 就是说 威尼斯 这个是山东烟台 是媒体集团 它是中国总代理 那么它授权 我们重庆 独家总代理 什么产品 汽车添加剂 那么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六个月的时间 我在整个重庆的云霄策划非常成功 怎么策划的 通过我的每一处开业啊 就是一些宣传的 很快的 每一个曲线 每一个人很快就布局下去了 就是还有 你比如说 你要我做你的爱比赛 你怎么说服我 我就说那个威尼斯 它肯定有它的亮点 它独创了 无旧运行集团是世界纪录 那没有名气啊 那现在就是 我这里搞了一品牌店在那里 我就有现场的 你可以到我那里去看 那你给我多少利润 我能得到什么呢 那么我是 你是独家总代理 我就保护你的经销权 那肯定了 那都这样的 对啊 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呢 因为我那个好啊 前辈啊 刚才您跟图老师这个对话呀 就是您说的那是结果 我们要的是过程 我觉得您一定是有本事的 我们是能听得出来的 但是你跟现在的企业的管理上面 其实是有很大 就是不是红狗了 是有很大的一个坑在里面 是的 是的 其实刚才大家问你策划 你真的没告诉我们 你策划的那个引爆点 差异化 让别人一下子 对你的产品和模式产生兴趣 真没看出来 你的独特的策划能力啊 那你告诉我 这个运营能力体现在哪吧 就是销售啊 管理啊团队啊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啊 那个时候是靠资源 靠关系的时代 你到现在未必能用得上啊 哎呀 我跟你说 所有的销售 它万变不离其中啊 这这这我们都 这个不要 我能够创造这么 这种 那个那黄大哥 你刚才说一句话非常好 所有销售都万变不离其中 你认为销售的中是什么 诚信和坚信不怕的精神 这个不是 都是态度 对吧 销售万变不离其中的中 是满足需求 因为我的公司以前也 所以所以你现在呢 其实可能前就是过去创业很成功啊 在重庆做这么大 其实你已经怎么讲 就是离一线太远了 然后基本上可能后来有钱了 就基本上炒炒股啊 打打太极 对吧 你没有在企业一线去做管理了 所以你现在说的很多东西 第一是很空 第二是很虚 第三个的话呢 其实没有与时俱进去 当然这个很难为你了啊 这个了解现在新的互联网 或者智能互联网时代下的这个 很多的经济特点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在这个时候 出来找一份工作 每当到了您这个年纪来应聘的 其实我都挺为难的 我也42了 对吧 我也会想我要是站在这儿 跟立帮跟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人 求一份工作岗位 这需要勇气的 有一点特佩服你 至少咱没欠债 咱没躲避责任嘛 是的 您要多少薪酬 应该在两万左右 第一轮选择去口里 还有五战争 天生唯有才 表演的太极咱来一段 他肯定要表演一下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杨氏太极传的第48代演习人 主持人的事情 对他们说是杨氏太极了 他肯定要表演一些 杨氏太极传的这个事 他肯定要表演一下 他肯定要表演一种 一次的内容 看到谁就会好 他肯定要表演一种 他肯定要表演一种 二次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他打太极拳的整个过程中 那个时刻特别难受 是我今天最难受的时刻 我觉得我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消亡 然后又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打太极跟时代的消亡 你感受到的应该是 一个人在被时代抛弃时 我的挣扎感 在那个时代 这种企业家是成功的 这个时代 我们在寻找他能够放在什么地方 不能一成败论英雄啊 我觉得他身上是有一些 时代的烙印啊 也有一种 时代这种企业家的精神是存在的 包括他的坚韧 他的品质 我觉得都是给这些90后也好 现代新生代的这些创业者也好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别都不说 你打了杨氏太极 我就打不了 大哥 我佩服你 好嘞 黄大哥 来 我跟你互动三个 特别具体的问题啊 你现在对中国或者说对重庆本地的这个创业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了解 了解一些 猪八戒这家公司你了解 我知道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的企业家的朋友这个圈子大概都有做哪些行业的 化工的传统的比较多一点 好 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过去做企业 你跟哪些政府部门和这个伪办局有过交道跟他们比较熟 在这一块的话 就那个市委办公厅啊等等啊 这些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比较少 杨总你需要在重庆这块打开某一个市场 还是需要一个运营的团队 我会干得非常漂亮 说句实在话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 当然尤其是我我也在思考 亏掉那么多钱 还有这么好的心态 非常好 但是你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十字路口 如果没有新的机会 更新你的底层的思维操作系统 你就out了 你就彻底让这个时代抛弃也没跟你打招呼 我在思考有没有机会能够支持你一下 刚刚包括所有的企业家也说 我们是比抛弃的一代真的是有一种失落感 虽然00后 90后它有优势 就是说在互联网这块 就是说思想就是比较活跃 但是有的东西 关系到系列的一些深层的东西 这个不是说是可以抛弃的那样了 我们要正视一点 只要你不努力你才跟不上时代 时代不会抛弃一个人 只要你一直持续地在学习的状态 勇于地去融入一种创业或者是职场的热潮 你就不会 是的 你明白吧 是的 其实从整场到现在为止 除了您过去的辉煌 您事实上没有说出一个您曾经真正的 营销案例的成功点 效果 所以不是时代把你抛弃了 是你这些年来没跟上时代 那我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我再问您一遍 您的薪资调不调 如果您抱着学习的心态 再结合自己曾经的人脉和资源 或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 您要调心吗 底线不低于一万块钱 这是最起码的 好的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轮 还有三盏灯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岗位 来 一万重庆 职位是 你的职位是运营经理 那个我给你的职位 是春光里的这个 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 这个薪水是一万两千家 爱乐教育给你的职位 是行政经理 考虑一下灭一盏留两盏 又请蒋明辉杨属宾谈钱不算感情 对这样的新手还满意吗 可以可以 我稍微给你讲一下我们班主主任干什么 你也评估一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 好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要这个在重庆啊 去组织很多的这个企业家群体 对吧 然后呢这个 这个峰会培训和学习 自动三线呢作为这个网约货车平台 以及企业的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服务平台 主要为实体企业减负 通过你自己的积累的人脉圈 能够服务到这些企业 如果说后期发展呢 可以给你一个创业性的平台 这个没有比这两份工作更适合你的了 谢谢 说实在话 你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资源 人脉 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今天运气挺好的 所以你考虑一下啊 看看是不是抓住这个机会 选择其中的一家 或者是谢谢再见 十秒 春光礼 志通三千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春光礼 对吧 感觉非常不错 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菲利魔术这个平台 确实包容性 非常大 不管是年税大一点的 还是是年纪小一点的 我想通过自己 积极参与 也可以找到自己 心里的工作 现在 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就是 年税比较大一点的 也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 我想 也会赶上时代的 节拍吧 请不吝点赞 seat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转发展